你要怎样知道自己没有味觉了 基本上就是把眼睛闭起来 把食物放进嘴巴里面摇 然后 如果不是因为你看到那食物 你根本猜不到那是什么 恭喜你 跟我一样 Hi guys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啊 本来有很多video要拍的 因为最近 我们的社交活动啊什么都已经开了嘛 我们开始打排球啊 我开始 教会课教跳舞那些 不过有句话讲到很好 就是你的计划永远都赶不上你的变化的 Gap guys 我确诊了啦 我知道我自己是怎样被传染的 不过为了要 保护我的朋友们的隐私 我就不在这边讲到 很详细给你们知道啦 基本上大概就是 从第1个人 他 不舒服 可是他继续 参与这种社交活动啊 他还继续工作啊 这些 然后下一个发病的人 就是他的 身边比较亲近的人啦 我怎样拿到 我就 跟我的 这两个朋友 都还蛮close一下的 在我知道了我这两个朋友 确诊之后 我 我就已经 不再参与社交活动啊 过去的3天 我都把自己关在我studio里面 我在3天前 我感觉到我自己身体有点热 然后 喉咙有点干 然后有时候会干咳这样子 还有就是身体比较累咯 可是 我以为是因为我吃了一整排的 Catberry chocolate 呢 我很常做这种事情的 我就以为我是热气啦 我就 做了第1次test 第1个RTK 我用的是 NUGIN Negative 然后过后 我还是继续isolate在我的studio里面 然后我在第3天的时候 我又再test多一次 我还是negative 到今天第4天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所有symptom都不在了 然后我今天早上还能跳升跳了500下 我感觉 我康复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是 然后我就 再拿NUGIN再test第3次 这一次是positive 接下来的故事就很简单咯 就开车去clinic 再给他officially test多一次 就是他出了一个report 讲我100%的 Covid patient 然后我接下来做的东西 就是在我这个 四面墙的studio里面 隔离个10天 10天后我才可以再出来 我目前感觉我的身体是还ok啦 我头有点重 然后 还有两个很明显的症状 就是 我的嗅觉和我的味觉 都不在到七七八八的 你要怎样知道 你的嗅觉 开始慢慢的退去啊 我自己本身 我比较 傻一点 我就会拿那种味道很重的东西 比如讲 药膏啊 牙膏啊 辣椒啊 我每个嗅的 我都嗅到那个味道的麻烦 哇 证明我还健康 是不是 可是我忽略了一点 我现在才想起了 我除了在嗅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任何其他时间 我都觉得我的周围 的空气是很清醒的 我嗅不到任何的臭味啦 我嗅不到任何的 呀我嗅不到任何其他味道 除了那些我举起来 放靠近我鼻子嗅的那些东西 至于味觉很简单的 我就 呃 拿了一个甜酸鱼片 然后放进我嘴巴 吃 然后我就问我自己 如果今天我不知道 是甜酸鱼片 我盖着眼睛的话 我知不知道我吃的是甜酸鱼片 然后我不知道 然后我在拿 一整个半的蒜米 然后放进我嘴巴咬 我没有被嗆到 我没有 没有啦 什么都没有 我就这样把它吃下去了 这个也是半个小时前的事情啦 我跟你讲一个 我本身小小的故事 就是 我小时候是 是气喘病的 所以我的呼吸道 第一个challenge就是我的气喘 我在10多岁的时候就好了 他就没有再发生过了 可是医生曾经跟我讲过 只要是 关乎到呼吸道的那种疾病啊什么 我基本上都是比较容易 被传染到的啦 像流行性感冒啊 什么那些 我讲小的你可能不觉得厉害哦 我跟你讲H1N1 我就是那个少数其中一个幸运 所以这一次这个covid的pandemic 我是做好心理准备了啦 我只是没有想到是 在 在这种时候 还好打了vaccine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 忽略任何一种症状 比如讲 伤风啊 喉咙痛啊 干咳咳啊 发烧啊 身体痛啊 任何种种的感冒之类的啦 你都不要去忽略它 我们在 这种非常时期 这种小小小小的我们都很注意咯 至于 我们要怎样去 尽量不 不让 身边的人也被传染到的 第一当然是我们自行隔离啦 我们自行隔离 就是 斩断它 斩断这个病毒的传播 对不对 从我的朋友那里 到我这边 我自己是有明白到一些东西的啦 比如讲 有些人因为 工作的原因 他可能 没有办法请假 又或者 任何种种种种的压力啦 然后他认为他身体好一点的时候 然后他就 跑回去上班 这个是一个风险 真的是一个风险 当然你也可以讲 每个人都打了vaccine 是不是 慢慢也是要去到endemic 跟这个病毒共存 这样子 这个有它的道理 可是 我本身认为 当你的症状啊 你的病情已经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知道的吧 你请假是很自然的事情 还有那些 商家啦 老板们 如果你们发现 你们的员工 已经不舒服了 你应该要送他去test的 而不是让他自己去判断 他自己是不是可以回来上班 这样子 让他去做一个 正确的test 因为你可能不止一个员工 两个员工 你可能整个店的员工 你的这个 拖延啊 不是故意的拖延啊 你就直接把你的 其他员工的 安全 堵上了 如果你像我这样 发现自己身体热啊 有各种小小小小的症状 你要很果断这样 不要出去啦 不要出去 只有通过 整个社会 每一个人 去好好 履行自己的责任呢 我们才有办法 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 我希望 我的这个 到我这边就停了 可是 我不会知道了 因为 我自行隔离 也只有那三天到四天的时间 在之前呢 可能我是比较慢发病的人呢 呀 种种种种种因素啦 总之就是要把自己做好 把伤害降到最底 接下来的十天 我就乖乖在这个地方不出去 如果你还健康还在外面的 Enjoy your life I'll see you out there real soon Bye Bye 我们下期再见